决战2024总统争霸战要带您关心到的是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近来遭到爆料说 打算在国民党全代会前连数参选总统 现在呢更找来了马英九办公室的前发言人 洪于倩加入团队更引发了揣测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招兵买马 动作也是不断 这回选择向蒋世福借长 找来了市政顾问陈国军 还有台北花卉副董事长黄子哲来加入竞选团队 蒋万安在30号也首度证实人事异动 人才都为一个方式 所以也很谢谢他们过去对台北市的协助 那当然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全力帮忙和市长 蒋万安首度证实自家幕僚 转战总统大选要助侯友宜 先前市长选战操盘首之一 市政顾问陈国军以及台北花卉公司副董事长黄子哲 7月起正式加入厚厚奏待集团队 指责跟国军本来就是我的老朋友 那这一次我们也是一起变迁作战 因为这一次总统大选需要更多的团队的人才 进到我们这边大家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向前 日前才早来前总统马英九最信任的国安会 前秘书长金普聪担任进总执行长 侯友宜招逼买马企图甩掉 只用新北团队核心小圈圈传言 只是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失利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硬制一万份 却同样找来前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洪于倩加入团队 加上近来遭爆料将独立参选总统郭董动作引发揣测 像现在这样或者往下走 我觉得7月23号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尤其蓝银盛传7月23号全代会前 郭台铭将有所行动 郭侯之间决战前先养兵千日 接着我们讲黄卫才 冯浩宇台北基隆众合的道